在八月六合公民党的医院联合这孙中 刷署和刷署两位医院和37区的区长都恰到有意思听 并且对最近联带大户造成很多所在可能都受到大户的迫害 医院特别就处来跟市府欢迎 每一次地在受到灾害时 区长在新清灾害过后的福建工程的流程都很複雜 造成在在受灾过后的福建时间都会拖延 两位医院特别服务市府 可以把管理下方给区长 让所有的区长可以在接受灾害的第一时间来联络相关单位 感觉安排进修过程的时间 37区区长都是你官派的 他不做得好市长的民调就好 他们做得不好你的年任之路就会相对的坎坷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权限下方一个区的区长 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彻底做到抢修抢险的福建工程 而不是再次经过层层的一个观察 甚至所谓的会刊七日之内报 在防治中心 两日内初刊十二日之后再复刊 光这些次程二十一天以后 再经过你们委员会的线刊 评估然后考虑经费下来 然后在造修工所去做公开的规划设计发包 四五个月好像很理所当了 但是在百姓的观感里面 让我即使危险性的东西就应该立即的抢修完成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繁琐的程序 事实上真的是不合理 一个区公所整天会的运动经线跟这里 所以都让我们立刻刷 这个制度我感觉很麻烦 我们以前的制度你防卫做不一定要做 所以我现在一定会说你没有分钱负责 我们有一个工作 一个路上百当就不好了 你真的要让公所有点管理 来做人还不说你是防卫做一样 会欣赏防卫做这些事情 我们的留念你 同时三母子都 我们都市场索条的 每个市场索条的 要要去公所 要报那个区 还会负责 会负责这些负责 另外以往往往往 买特别提债区 民港府全村有人 可以透过关系来安排注写疫苗 以往往往往往 应该要严格来调查办理 才不出现施防疫苗 最后理中心议员 保育市场 希望市场可以检对 当期月头 改革收藏路 地下桌饮水的问题 来想办法经济 替市场自己来增加 这件的心结 大家新闻您跟刘品妍 彩虹报道 有人去超过那个 总下汗 人员 人员